《科學新知》第二節 這一節我們就剛才輕鬆過之後 我們要轉為一個比較嚴肅一些 比較需要大家思考的一個題目 那個論文就是How Mathematical Curves Enable Advanced Communication 但是我想問你就是 其實現代的通常理論是否基本上是一個數學理論的延伸 看你講哪一部份 其實數學在通訊中最重要的就是 加密和除錯這兩個部份 如果純粹講資訊的傳輸 就是工程、物理、光學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有一個媒介有一個機器做傳輸的時候 這個媒介是不是完美的呢 你的傳輸有多快有多慢 可能會受到一些環境和質量的限制 很多時候就是說 當你傳了那個訊息 我怎樣去知道自己是有沒有錯 有錯啊 我們可不可以發現到哪個位置去除錯回去呢 這個才是牽涉到很重要的實際的 資訊傳輸應用的時候需要考慮到的問題 嗯 好 但是入結是我們需要依靠一些什麼數學的工具呢 這樣這裡就看一下講什麼層面 如果假設我不管那些叫加密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以前講到 資訊要去encryption 加密 這樣就牽涉到那些什麼質素啊 大數分解啊 將它拆成兩個質素相成啊 等等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這次就不是講這些 那麼在這裡呢 近來就有一篇文章 我覺得都挺我們叫普及數學的文章 很難得找到一些 而且是應用數學的範疇來的 就是在講在這個資訊傳輸裡面 是怎樣去幫我們做到那個資訊去確保它是對的 就是怎樣去除錯 中間牽涉到的那種算法 和那個算法背後的數學是什麼 那我就覺得 我這些本身不是很熟悉的 但是讀到這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挺值得去跟大家開玩一下 其實現在我們是 基本上這些資訊傳輸的那些除錯原理 一些很基本數學層面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但是這個不是數論來的 這個是幾學學來的嘛 因為牽涉到這個所謂的 我就直接會說 基本上就是一個去幫你找pattern 或者叫做curve fitting 或者他們用了一個term 就叫做interpolation 這些名字我嘗試要慢慢去解釋 譬如interpolation 純粹就是如果有一堆的資訊 它會出到一個pattern出來的 它可能是大家原來排成 有一條蛇仔曲線的 於是你可以問 那條蛇仔曲線的方程是什麽 你有沒有辦法找出來 這就是curve fitting 當你找到一條合適的線 平滑的曲線 有一個很簡潔的一個數學的銜數去表達 來去將這些資訊的點 去穿在一起之後呢 你就可以問了 兩點中間的 你隨便一個點 其實數值是多少呢 你去找中間這些 即是在數據以外的中間點 其實就是interpolation 這些東西 原來這些東西 跟我們在那個資訊傳書除錯 那裡是很有關係的 即是這件事 自己不讀到這些普及文章 不想到這些理論 都沒有想過 原來是可以是這麽重要的 那首先呢 大家要明白就是 我們正常地去資訊傳書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有些什麽的 簡單的方法和思維 去幫我們去檢查一下這些東西有沒有錯 那譬如這樣說 我現在傳的不是說 不要說光纖還是什麽電信的信號 那譬如台長 我有些很重要的一串密碼要告訴你 譬如我 就是說一堆數字出來 一、二、三、四、五、六 那我說給你的時候 在這個傳書過程 其實有時可能你去傳書出的問題 那一、二、三、四、五、六 你可能聽到一、五、三、四、五、六 是吧? 那當然就是說 可能我傳給你的時候怎樣確保 你聽到的東西就是我講的東西呢? 那其實在這個實際資訊 傳書那裡都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傳不一次 你怎知道這些東西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那於是乎有時候引入一些機制 那就是以前我們學過就是 有些資訊壓縮 00111這樣 你有那麽上下就要將它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看它的尾數是001 那那個就專門用來檢查一下 你前面的東西有沒有錯漏的 會不會是有一個其中一個1變成0的 但是當然如果有兩個1都變成0的時候 又會檢查不到的 就是有很多種不同的數學方法 你可以引入去 就是你可能傳了一些資料之後 去做一個運算 去檢查一下前面的東西對不對 但是譬如我剛才講的例子就是 我講完1、2、3、4、6給你聽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傳給你聽對不對 你是負責收的而已 你又不需要回覆我的 那我有什麽方法去告訴你 令到你檢查一些東西對不對 那其中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再說一次 是吧? 如果你第二次聽到的東西 跟第一次一樣的 那你就接受 那你就覺得這個是可靠了 因為第二次檢查的都是對的了 但是如果你第二次檢查的時候 發覺和第一次檢查的東西有不同的時候 那這樣就麻煩了 那你就可能會問 我第一次說給你那個1、2、3、4、5、6是對的 還是1、5、3、4、5、6是對的呢 第一次那個是對的 所以你就會想 我不如我需要引入第三次 我就要將同一個訊息說三次 然後你就希望中間那個錯誤呢 不會出現 不會在三盆兩勝制裡面是贏了 對的那個 就是通常就是你搏 你都是對的機會多 於是我可以透過說三次呢 至少有兩次中呢 你就檢查到其實誰是對的指數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你就會想到就是 哇 每次我會傳一份東西給你 其實我都要重複三次 在那個資訊傳輸的這個效能裡面其實很低 就是現在我這裡一個很短的文碼很短的信息 說三次給你聽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找一堆東西出來傳給你 你每次都要這樣去檢查的話 每次都要傳三倍很不著數的 而且不保證那個除錯能力很有限 主要視乎很聰明地 原來就是有這些研究 這些資訊理論啊 計算機科學啊 和真的應用數學的人 他們想一些很有趣的方法 就完全由數學在那裡出發 那他最後形成了一種叫做 一種叫做什麼 Ritz Salomon的一種algorithm 其實在那篇文章裡有提報 那他原來這個技術是牽涉到就是說 我不是直接傳一個資訊給你 而是我將這個資訊呢 就將它適當地 就去填入去一個 就是將它用一個平滑曲線的行數串在一起 我就將一些 我就傳一些資訊給你 令到你有足夠的資訊去還原那個銜數是什麼 而透過那個銜數本身的一些參數 你就知道其實我想傳什麼給你 很有趣的聽起來 就是我昨天說的一堆東西就是 你會聽起來覺得好像就 哇好像我還要做多了東西 然後我這邊也要做多了東西 你那邊也要做多了東西 你去做一個穩健的資訊傳輸 但是客觀的效果就是發覺 就是令到我們傳輸的量是可以減少 而又做到除錯的效果 那這樣才是最綿密的地方 在這裏的數學就是說 就是你其實就是希望用一個數學的程序 在我自己建立這個數學的程序 將一些我要傳給你的資訊 就將它叫做program 或者code進去一個多項式裏面 然後我傳一堆資訊給你 你就用那堆資訊來還原一個多項式 由那個多項式裏面 你可以read 其實裏面我想傳給你的訊息 整個過程是這樣的 但是它在這篇文章裏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演示 但是在這裏就比較難是用阿烏講出來 但是它牽涉到的就是說 它有一篇譬如台長我傳給你這個文章裏面 你scroll下一點 它有一個完全是藍色的 一個圖就顯示了幾條這樣的線 可能你要移回藍色的這個部分 但是這裏我想就不要像教書那樣去做 去講了 但是我就會覺得很妙的地方就是說 一個好像聽下去複雜一些的過程 可以達至到一個更加簡潔的 可以減低資訊的傳書的量 但是在這裏就是原理原來很有趣的 就是說 我就不需要 因為我講三次去檢查一下對還是錯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你就要整個資訊從頭到尾 這樣檢查三次 傳三次 你才去判別到一些更有信心 你收到的東西是對的 但是在這個數學的程序裏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理解方法 你大約就知道 為什麼我可以做到就是傳書量會少了 就是說 我將這些數據擺成一個pattern 就是擺成一個pattern 就是那條平壞局勢 然後你就去還原這條平壞局勢 就是說大家中間有一件事 就是不需要溝通的 你都知道的 就是說這堆資訊的背後 是有一個pattern在背後 在你那邊的計算裏面 你就不需要再問我拿資訊來查一下有沒有錯 是你自己在透過想法的pattern裡面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些東西收得了很難 不是太難理解的 我一聽就明白 其實最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好了 最後哪個地方做多的功夫呢 就是在我準備要傳給你 還有你收到之後的資訊處理 那裡的運算是多了 就是說它要透過引入這些數學技巧 就是說其實背地裡我們有一個默契就知道了 我發給你的這堆資訊背後是有一個pattern的 那個pattern你自己找出來 你找到出來的那個 我都很肯定就是我準備了那個 然後你看到那個pattern 是有些什麼突然之間不跟這個pattern的時候 不跟這條平壞局線的那些data 就應該是有問題的了 那你接著就可以去做 我去做除錯 那它有一個 用一個很數字化的比喻 它就是說 如果你發的那個資訊是有1000個字的話 我如果要靠說三次的方法 就總共我要發三千個字 你才能確認到那1000個字是對的 但是如果我現在用這種這樣的方法 去將那些資訊預先去program 去一個平壞曲線那裡 然後你去做資訊還原 這樣做的時候 就是我1000個字的資訊 最後我只需要多傳兩個字 一千零二個字 我就可以達到剛剛三千個字的效果 就是簡單的說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其實這裡就是說 其實這一種我們叫做curve fitting 就是這種其實我就說 大學二聯班基本上 是完全可以handle到的數學 那不一定要是數學系的主修 我自己純粹一個科學人 甚至工程的人 你如果去到大學二聯班 你基本上就明白是什麽一回事 我自己基本上大學一聯班 我就教學生這件事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這件事 怎樣應用到資訊理論那裡 那當然就要回去這些做 就是你去主修這些資訊工程 資訊理論那裡你就會再去學 就會明白 甚至肯定就是說 再有一些新的算法 是令到你可以更加有效 和更加輕便地去做這個穩定的資訊傳輸 我看後面那個圖 就是現在背景的圖 其實是很難的 這個是中學生 我想中一中二已經學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剛才你說的 譬如一些資料我們怎樣去 要去將它看到裡面一些的數學的數字的模式 還是這個是屬於一種encoding呢 就是將它變成一種碼呢 其實它就是這樣說的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它真的要將它code進去的 但是它就不需要 這個資訊就不需要刻意方便哪一種pattern 總之你的資訊如果是三個字的 出來就是一條一元二次方程式 如果資訊有四個字的 就是一個三次方的方程式 你的資訊是有N個字的 出來就是一個N減一次方的方程式 基本上你由資訊的量有多少 就決定了你最後那條方程的 就是那條多項式有多複雜 然後我們就知道 大家出來的一個pattern 一定是一個多項式 而且多少次方的多項式 我們也都會知道的 視乎你的資訊有多長多短 這樣東西是不需要經過傳輸 我們就已經溝通了 大家心目中都知道 這一堆這樣的資訊是有一個既定的pattern 而你可以用一個數學上 curve reading 的技巧 來找回這個pattern的話 基本上你就會有一個藍本 去幫自己去除錯了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我要做多一步 首先我要將那些資訊 去放入這個多項式 code 進去這個多項式裡面 現在台長按出來 這個就是兩個蒙羅麗莎 就是他們實踐起來了 在實際的資訊傳輸裡面 很多時候很多缺失的 就像左邊的那幅蒙羅麗莎圖那樣 這個左邊蒙羅麗莎很有趣的 它在什麼情況之下傳輸 搞到這麼一藍一忽 原來它是在講 用激光對著月亮那裡 去發射信號 就是說就是模擬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的信號是天文照片 我由月亮那麼遠的距離 用激光把信號發射回地球的時候 你發覺很多時候 我拍到那些天文照片 就會可以是一些這麼麻煩的東西 但是原來就是說 因為中間可能經歷了 有些東西被干擾 地球上面的天氣 你傳輸的時候很多的誤差 那樣東西就不是說我拍得不清楚 但是我拍得很清楚 但是我傳得差 於是就 於是就搞到那張照片花了 但是現在就有了一個 除錯的機制 我們可以還原到 好像右手邊蒙羅麗莎那張照片 那你就可以很厲害了 就看到一個正正式式的天文照片 那這裡可以大約了解到就是 你那些天文望遠鏡 你拍到一張照片 原來就是你要原來 做經歷過這樣的步驟的 就是你要做了一個除錯步驟 其中一個的處理就是這些事情 那如果聽你這麼說 編文就不是太難明白的 難在哪裡呢 就是他舉個例子的那些傳位 我們以前中學 初中的時候已經讀過的curve 但是會不會去到一些 很複雜的資訊傳訊 那些是要到今天的電腦才算得到呢 我想他就不需要做到很複雜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就算你有100萬個資訊要傳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用到一個 100萬-1這樣的方程式去做的 他都會將一些斬件去做的 因為就是你切到它一段段的時候 你也都令到你那個運算 每一段的徐賽都可以做得更快 你就不需要等到這些東西收到 然後才開始做分析 你有足夠的資訊 令到你找到一個pattern的時候 你就已經可以幫你找一下 再新進來的資訊 或者這些資訊中間前前後 有誰是離學離辣了 然後我也找到他的位置在哪裏 就是這樣的 他這個文章裡面 用一個簡單的原理去說明了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傳書的資訊 只有三個資訊點而已 那出來的就是一條二次方程式 就是這樣的 其實有一些很數學上我們知道的 你有兩個資訊點 你就可以配置一條直線 三個資訊點 你就可以配置一條二次方程式 然後四個資訊點 你就要配置一條三次方的方程式 就是剛才我講的 N的資訊點 你就配置一條N-1的多項式 N-1次方的多項式 那這樣其實是 你讀到那些大學一年級 或者甚至乎是可能 預科數學 你已經是明白的了 其實這些東西 只不過就是 他用了一個這麼簡單的原理 再用一些我們耳熟能長的 數學的技巧 就可以令到我們中間的資訊傳書裡面 就可以大大減低那個傳書量 而且可以達到那個除錯的效果 那這個我覺得是最奇妙的地方 好 那解釋很清楚 我們這次有完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